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与多种矿物质 美国时代杂志就曾评选它为现代人的十大营养品之一 欲为生物活性成分的发电厂 其实我们所有的坚果它都是植物的种子 它存在的目的跟价值就是要繁衍下一代 所以它会把它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这一刻 希望它可以去繁衍下去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坚果 它里面都富含了很好的脂肪 很好的蛋白质跟维生物矿物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利用坚果丰富的营养特性 它们致力于坚果的烘焙与生产 甚至于坚果酱的研磨 坚持保留最原始的营养价值 发挥坚果本来就对人们有帮助的目的 坚持原味 坚持新鲜 坚持要给客人 你这个东西它应该要有的价值 必须要原样的提供给客人 比方它应该有什么样的营养素 帮助到你的身体 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保留下来的 让人们吃到是健康的 在嘴里化开的香醇坚果香 是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从生坚果的选择开始 每一个步骤都细心处理 重点在于人的心意与技术 必须全心投入 掌控住每一个制作细节 才能品尝到的美味 多年品管经验的李小姐说 必须从烘焙温度 时间掌控等多方考量 坚持不使用人工香料 防腐剂等调味 而是讲究原物料的品质 用最好的食材 做出最优质的产品 让顾客吃得到天然原味 坚果跟坚果酱陆续地出来 让我们可以更加肯定 说我们当初坚持的 就是说原味不是无味 美味不一定要靠调味的 这样的信仰 我们就更加认识 而且肯定 我们的原则是没错的 纯粹坚果的迷人香气 除了直接啃食外 其实我们会要求我们自己的东西 让客人吃到了 它不是只有脆而已 你会感觉得到这个东西 它是火的 提供多种类的坚果 供消费者选择 也将坚果的风味延续 配合时节 推出健康的礼盒 以及方便的随身包 我们陈佑希望工程目前 还有推出一些礼盒 希望把健康送给他们的家人 而不是把一些添加物 或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送给他们的家人 慢慢会有一些客人 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会慢慢去做出一些礼盒 它是可以方便送礼 像中秋节或者是伴手礼 或是什么 它在送出去的同时 他们会觉得很安心 然后说道理的人 他们吃得也很健康 一直以来对品质的坚持 和严谨的把关 希望这份对坚果态度的坚定 可以带来更多的健康美味 也让所有人 事物回归其本质 找回它原有的目的 如果说我们透过 尊重彼此的本质 然后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特性 去成就一个帮助的目的 其实这样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慢慢串联出一个 充满创造很希望的社会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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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